乱世之所以被称为历史书杀手,就是因为一个乱字,而在圣唐建立之前,存在了一个名为南北朝的乱世,让无数人科生摸不着头脑。 首先,南北朝分为南朝和北朝,而这两朝是同时存在的,大概以地理位置来命名区分。 南朝有宋、齐、梁、臣、北朝有北魏、宗魏、西魏、北齐和北周。 要说南北朝的历史有什么特点,南朝是长江后浪推前浪,前浪被拍死在沙滩上,北朝就是姐妹撕逼双双把家环。 而这九个朝代的皇帝关系,南北朝一共65位皇帝,一、刘宋则北魏先从南朝的第一个朝代刘宋说起,自从东晋惨方北方无人吊打后,就选择了龟缩在南方,而最终灭掉东晋的人就是刘宇刘宋之所以不能叫南宋,都怪老赵家。 与此同时,在北方的五不十六国大乱斗中,由拓拔涛选手带领的北魏赢下了比赛,一统北方,顺利C位出到拓拔涛是北魏的第三任皇帝。 从这里开始,南北朝对立的局面正式形成,对立局面有了,户队的CP也有了,那下一步该干嘛,由于从一开始就特别能打,人送外号帝国的杰宇虎,一生的Plex干掉北魏统一中原,果不其然他就病死了。 于是拓拔涛的对手就变成了刘宇的三儿子,刘宇龙。刘宇龙算是南北朝中为数不多的,不赌不条岛上招玄皇二代,还继承了老父亲的遗志,一直对住在隔壁的北魏耿耿于怀。 但没想到因为亲子感情联络不够,被处于叛逆区的儿子一刀捅死,而与此同时,在北边的拓拔涛结局也差不多,砍刀自家后方被刺,被一个太监发起政变捅死了。 从这里开始,刘宋和北魏就双双把车开向了排水沟,二,南极和北魏自从刘义龙被捅死后,刘宋王朝的皇帝就彻底换了个画风,不是手足相谈,就是疯狂走陣家族乱伦,好不容易出了个稍微多的去的猪王,结果却是内斗一把手,对外软脚瞎,具体势力请自己摆布刘宋的暴政,惹得天怒人怨。 这时,终于有个潜伏多年的凡虎改出手了,直接正面弄死了狗皇帝,建立南旗,这个男人的名字叫做肖道成,肖道成曾经是刘宋的一名大将,手中还长有晋军,在刘宋群里潜伏了三十多年后,终于坐上了群主的宝座,可惜南旗的运气并不怎么好,先是肖道成当杀皇帝没几年就病死了,然后继任者也没几个靠谱的,疯狂作妖,结果仅仅过了二十多年, 南旗就在欢声笑语之间打出了忌计,顺利宣布倒闭,那这时候的北魏在干啥呢?北魏的运气就好了太多,不仅在太监手里夺回了朝政大权,后来还实施大化改革政策,慢慢走回了强盛的道路,眼看着北魏好不容易才虚了一秒,结果等到夏文帝一死,后面的皇帝就变成了败家子,天天瞎即不浪,但这次,北魏皇帝却惹到了两个不能惹的兄贵,高三贼以文泰,两人都是北魏重视, 三,北魏的隐落和分裂被惹毛了的高三迅速推翻,直接杀掉了当时的北魏皇帝,还绑了一个皇室继承人作为傀儡,独立出来,自称东魏,从了宇文泰一看情况不对,也赶紧绑了另一个皇室继承人作为傀儡,独立出来,自称西魏,从此北魏一僧为二,宁存实亡,等到高官随宇文泰 他们的儿子立马就巴掌了虚假的面孔,一脚把傀儡皇帝踢开,先后坐自称帝,始称北齐和北周 四,南梁和南城,既然北方已经打得红红火火,南方自然也不能落后 前面说到南齐因为运气太差倒闭了,可南方这么大一块蛋糕,说什么都会有老实人来接盘的,而这个人就是萧衍 萧衍是南齐皇室的远房亲戚之一,在知道南齐快步行了后,就用武力强迫当时的南齐皇帝禅位,自己上台,建立了南梁 年轻时的萧衍也算英明神武,但等到中年班服后,他却染上了一种恶习,活性养生,如果是一般的修博当然没问题 但萧衍曾经三次偷跑去出家当和尚,无心国事还大兴寺庙,这直接导致了南梁内外同时发生战乱 最后萧衍自己也被敌将抓住,落得活活饿死在健康台城的下场,眼看着南梁下一步就要翻船,落入敌人手中 南遍一个广东古惑仔当然不让站了出来,他就是山堤陈霸仙,陈霸仙作为南梁的头号古惑仔 在萧衍沉迷养生时,不仅要负责抵律罪念的北朝,还要解决当时南梁国内的侯警之乱 以一己之力硬是挡住了两方,然而在溜的大神也比不上猪队友 等到萧衍死后,陈霸仙自觉萧家后人已经无药可救,直接被调了萧家人的皇位 自己翻身当上扎菲人,建立南城扎菲人,老大,到了这里,南北朝就进入了南城,北齐和北周,长时间翻国鼎立的局面 二十多年后,北齐因为一连串的傻逼皇帝败家,最终被北周击败,北方也再次合文一体 后来北周的末代皇帝因为渗透之,年纪轻轻也死在了床上,被自己岳父趁虚而入,拿下了朝政大权 而这个岳父,名叫杨坚,在后来的事,大家应该也知道了,杨坚称帝建立了隋朝,在干岛南城后一捧中原 中国也开始进入了最牛逼的时代,隋唐震说,年轻人的去未阅读,这次你一个大招,让你有姿势的长知识